中国经济现三重困境,重要指标创20年新低。 北京时间8月14日,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的统计数据。 外界发现,中国今年1月至7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期增涨仅5.5%,追平了1999年的最低纪录,是近20年来的最低值。 除了堪称中国经济命脉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趋缓之外,中国今年前几个月的零售业销售成长也趋缓。 数据显示,衡量国内消费水平的重要指标,零售额,今年7月份虽然同期增长8.8%,但为达到市场预期的9.1%, 7月份产业生产同期增长也仅为60%,为达到市场预期的6.3%,而中国失业率却超乎市场预期的4.8%,达到5.1%。 业内分析认为,中国的投资、消费等领域的经济指标全部出现萎缩,显示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扩大,中国正逐步陷入投资,生产和消费都步步下降冷却的三重混景,整个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弱的迹象已显。 有海外媒体一报道称,北京正面临棘手的平衡难题,希望将成长火车头从过去的投资和出口转为个人消费,但同时又需对抗债台高筑的问题。 而中国官方正在启动新一轮刺激方案,愈加强对经济的支撑力度,首先打算在今年下半年加速批准基础建设计划。 对此,国际货币基金,IMF,发出警告称,北京不应推动新一轮积极刺激措施促进成长,因为这类措施可能会让早已过高的债务水准恶化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